说出来 你可能不相信了 这一辆wonwon它主打的不是安全而是 操控 现在我开着这一辆呢 就是 abreword s60的2023款的B4版本 那么b4版本应该也是它卖的最好 而且也是最多人想买的版本 先说一下它的动力部分 虽然说200比不到 但是得益于它的双离合变速箱跑的非常的好 所以在今天的整个试驾过程中 我觉得开的都非常激烈了 各种的极加速还有极减速 但是它整个变速箱的换挡逻辑 还有整个变速箱的表现 都给我一种很重庸很有信心的感觉 就完全没有什么顿挫啊 拖拽啊等等的这些动作 都是很舒服的 再来就是它的一个底盘部分 底盘部分也是它这一次试驾 非常强调它的产品亮点了 而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试驾过程中 它首先整个转向手感是挺紧直的 好像跟我们之前试驾的一些握握车型都不太一样 它这一款要稍微紧直一点 那在做一些快速的过弯或者是变现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从容自信的 但是时速一旦上去了之后 还是会有一点支撑不足的感觉 因为它的悬架还是稍微的偏向舒适偏向软的 它可以兼顾一定的操控 但是它不是完全是极致操控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没问题的 毕竟在我们的认知之中 握握的车主都是一些高学历或者是高端职业的人士 所以在很多的场景上面 它都要保持这一个比较优雅 比较从容的一个姿态去出行 包括今天我们的试驾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颠簸 或者是非铺装路面 而我们一整天的试驾下来都觉得 它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的不舒适的感觉 所以它的软硬度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整体而言对于这一辆 WOWS60 B4版本的一个操控表现 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虽然说它的占面参数包括的底盘 包括它的一些发动机变速箱的参数 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惊艳 但是它给我们的感受是完全不失望的 毫不意外的告诉大家 这辆S60的外观跟类似 几乎跟旧款也是没有什么调整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更多的跟大家聊一聊 在现有的豪华B级轿车市场里面 到底怎么去选 其实在现有的豪华B级轿车市场里面 我们的选择还是非常多的 如果你想要那种非常极致的 驾驶跟操控的话 现款2023款的Alfa Romeo Giulia 你还是可以买到的 而如果你想要那种非常豪华的体验的话 特别是在类似部分 我觉得奔驰系依然是现在的老大 但是呢去到西级还有宝马三系的 这一个这么坚挺的价位 它的性价比好像又不在了 那再回到S60的身上 它其实更多的还是主打这个性价比 比如说这一个B4版本20多万 可以买到配置比较不错的啦 我依然觉得它的核心还是在于安全部分 操控它是有的 而且呢我觉得操控跟安全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毕竟你越好开操控越好的车 你开起来也是更安全的 你怎么做好看呢 你怎么回事啊 我还以为你海贴 States级是什么 我确定是一个颜色的 我还以为你可遇一天 有种旋游的 深入一双 一双 黑玉